这个年龄的艺术家 一般都喜欢卡通主义 和浮华主义 宋一格却选择立于流行之外 忠于自我的情感 他的画里很少有人 即便是有人的加入 他也总是喜欢 表现得很抽象 就像是有意加入 今日的副主品 这就是对画面的控制 卫姐 宋老师 卫总 怎么今天卫泰还是没有来啊 这自从上次卫泰在斯诺克场上 一名近人以后 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 是不是卫泰太过优秀 卫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啊 卫总 管得太紧了 就是莫嘛 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 Joyce Joyce 卫姐 怎么会才来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萧总 卫总 宋老师 你好 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 她是黄董的女儿 嗯 宋老师 我们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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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Joyce hanya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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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还是 primary 又保证 所以 怎么了 想让你给佳怡放个假 让他们年轻的人多交流交流 这种小事还要请示我 我们公司一向尊重员工自己的意愿 是不是 佳怡 那这不就妥了吗 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快到了啊 来 大家一步到这儿来 请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 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 是 宋老师要不要 为难说两句话 好 谢谢各位的到来 就这样 你看 这六个人啊 有男有女 手挽着手 而且还穿着非常华丽的睡衣 而且你看啊 他们人手一支气球 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衣着都特别的光鲜和体面 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遮面的行为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我看不一定吧 我看不一定吧 画座上的人 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 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 他们乔装打扮之后 坦然相见 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魏太 魏总还讲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 魏太 魏太 你往旁边坐坐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太 魏太 没关系 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 他喜欢就让他坐吧 老婆 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的 宗老师 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她对艺术品的欣赏不是很了解 说出的话不太合适 还请您多多包涵 没关系 她说得挺好的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 那些手拿气球的人 他在气球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里 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 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 待在一起 我见果果 包括果果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们离婚吧 离婚吧 老婆 今天在座 这都是头面人物啊 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我们的行为 得体面一点 头面人物 下座起来可不体面 我凭什么体面 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 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 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 曝光在光天华日之下 老婆 果果要上评讯班了 宋老师 威姐 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谁 谁 果果要上学吗 果果 要什么啊 威明 她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 还比我签什么离婚协议说 她早就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她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宜 你说什么呢 我跟家宜我们上海级关系 这塞托各位都知道啊 你不要在这儿编故事撒谎了 走 回吧 我撒不撒谎 你自己心里没事吗 你们最近一直在一起 你还逼着我离婚的 我把孩子还我 我把孩子还我 你敢疯啊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威明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情况 等一下 她没事了 好 谢谢 行 不好意思 遇见 遇见 我贴了啊 嗯 其实今天去花诊之前啊 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今天一到现场 我抨击她的话想都不用想 全都冒出来 我现在算是理解 那些当街首次渣男小三的人了 虽然说不文雅吧 但是太解气了 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 太爽 你啊 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 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 不是说好了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还把自己伤成这样 哎 怎么大门没关啊 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 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 手怎么了 卫明干的 卫明干的 还能是谁啊 挨过去干嘛去 揍她 哎 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 林双一战成名 把自己打成了网红 手撕卫明和黄佳怡的事情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 现在卫明已经当场射死现场了 她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见了 哎 姐 你 你听说了吗 卫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我听说了 但你小点什么生活怎么多人呢 你这是前台 全听在这边了 莫不其然吧 你让人拍了吧 你对那天酒会 就要死也去了 我知道 我记得卫总老婆也去了 这不 这不闹开了吗 老天 这不闹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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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她这边 被闹开了 全摆真的亮了 我跟你说 她就在那里头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 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 别人怎么说 我无所谓 怎么办 怎么办 网上全是骂我的帖子 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的感受 有我在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通通地处理好 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 能有了新的热点 你想想 我们的事情 谁还会记得 时间会抹掉一切啊 其实我跟林霜 已经分居很久了 我们就是因为 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 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一直没有签署 正式的离婚协议 本来嘛 都是家务事 我没想到林霜 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 她发起风脸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 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人们总是贪的 有的人贪钱 有的人千丝忘义 不过昨天 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美姐说得没错 按理说公司不应该 去干涉员工的私人事务 但这次化展的风波 确实给公司带来 非常不好的影响 好 我明白 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一切处罚决定 好 卫明 希望你引以为戒 公司将对你做出匠心处理 稍后认识通知你啊 你做好心理准备 凌总 我们评论这边呢 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 表明公司立场 安抚公正情绪 密切关注于晴 为了减少对公司名誉的伤害 卫总 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 有个小建议啊 孩子的抚养权 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 毕竟 你这边还没有离婚 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啊 林总 您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不能帮助你 你不能帮助你 尽头的 我的跟着衣服 我们走 我们走 以及人一个笔的 这是一半小不行 真是一半小孩 确定是一半小孩 租房网赔偿金四十万整 共计五十七万八千七百元 另外 江西替江海洗衣服做饭 江西牺牲学习时间 接送江海上学 放学 江西捡江海用剩下的书包 笔带 不想吃的零食 共计二十三年 江海欠江喜的 是难以计算的物价 姐 过去的二十三年 我的人生 是从你这儿偷来的 以后 我会努力把偷走的人生 统统还给你 不管你是否在信任我 以后 我想成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 你别动手 你手还没有好利落呢 没关系 你提外伤呢 就差不多了 我就是知道你的手不能沾水 所以才替你点个餐 如果是点外卖 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我这是普通的外卖了 你看看哪个应用程序 能够点到米其林两星的外卖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不那么兴师动众地劳烦你了 让你给我当外卖小哥 我心里怪贵也不去了 丁霜同学 你是独立女性 可不是独身女性 请不要拒绝善意的帮助 好 那行 那顾许同学 你没什么事 你都坐下来就一起吃吧 反正你点的也都是两份 我都当了半天外卖小哥了 还不能蹭顿饭啊 可以 谢谢 我能看看吗 本来就是让人家戳脊梁谷的事情 现在弄得人人都知道 你们不要做人 我和你爸爸还要做人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不管怎么道歉 你二位都不会原谅我 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善后 我已经找到专业的批评 公司的声明 和个人的声明我都已经拟好了 相信发布之后 会平息一部分舆论 另外 我马上离婚 我和嘉怡会尽快结婚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她 爸 您倒是说句话呀 你给我听着 你给我听着 日后 你敢对嘉怡有半点不好 我绝不会饶了你 批三算法 这个算法执行率确实挺高的 而且也能够最大程度上 节省资源 但是 你不会想要一个人单枪匹马 就给她做了吧 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但是目前 没什么长远的规划 走一步算一步吧 走一步算一步 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 我是什么风格 想好了方向 就全力以赴制作目标 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 作为支持 我可以给你的批三投点钱 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曹稿纸 你就投资 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 还是钱读了没地方花了 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 有了充分的了解 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 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而且作为投资人 我是要讲究回报的 又不是做慈善事业 那你既然了解我 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 说实话 这些年的生活 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都磨得七七八八了 盘石跟无P1 多多少少 都有你的友情援助 当然了 我特别感激你 不过现在 我需要一个机会 可以证明我自己 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 只是盲目地砸钱支持的话 那我对自己的能力 肯定也会抱有怀疑 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 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 那我就先从头为你开始吧 那我就先从头为你开始吧 那这些是三百万 益先生愿意支付一百五十万 但会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 林女士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非常坚持 另外 夫妻共同财产 并没有将海外资产计算在内 对于海外部分的执行和确认 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 林女士有权 委托当地律师事务所介入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不排除在海外 直接对你提起诉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第四条里面的第一款 第二款和第四条 我决定 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 财善方面 我同意你的要求 这是我的底线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咱们就上法庭 我奉陪到底 行 就按照你说的办 今天就提交材料 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 咱们民政局见 请照导一下 跟我来一下 一百五十万 你太便宜的了 他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 他的未来 会有无数个机关算金的反噬 但我的未来 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 他又打了 他又打不定 他又打算金的反噬 Estados Unidos 他们就让他一公子 他们又打算金的粉 他们都打算金的反噬 往不离开那儿了 妈妈 以后我们两个 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迟到快迟到了 上学 妈 到了 妈妈 今天好漂亮呀 因为今天是妈妈的新生日啊 新生日比生日还要久呀吗 生日呢 是妈妈来到那世界的那一天 那是外婆替妈妈选的 但是今天是妈妈自己选的 是我认清自己 认清世界的那一天 哦 快上学 上学也迟到了 好 我要上学校 天天都迟到 没想到啊 这次还是迟到了 不管迟到走到 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 走吧 好 你好 你好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我办理离婚 那边可以取票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也是在那边办 你试试看 谢谢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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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还得等一会儿呢 来 食堂食堂 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啊 沾沾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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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 食堂食堂 都是大喜日子 沾沾洗气 不好意思 您搞错了 我们是来离婚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等一下 给我一个吧 这结婚呢 是找到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人 当然值得高兴 离婚呢 是要离开不舒服的婚姻状态 同样也是好事一状 谢谢你们啊 那 先生 您也拿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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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沾沾洗气 沾沾洗气 4005号 3号回台办 两位办好了 您说啊 您说啊 从相识 到我们结婚 再到现在离婚 你后悔过吗 我后悔 人生嘛 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 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 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洗礼 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 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都没有吗 正好去买东西 顺路 魏敏 从现在开始 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 那些恶毒的话 在离婚消耗站中都已经说完了 从今往后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咱们就一别两宽 好 我来了 我来了 你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迟到 领证你迟到 我刚才出门了 领导把我临时叫住聊了两句 她现在过来路上比较堵 老婆 我向你保证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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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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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抱歉我还不是呢 我走了 哎哎哎哎 先说反悔就反悔 说我今天就 日子就没了 不行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别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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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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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原来的情 不过妈妈说过的 不能委屈 去取悦别人 对不起啊 哥 那 妈妈离开爸爸之后 会开心吗 以后啊 妈妈 会做回妈妈自己 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好 送给你 那是什么啊 这是故事里边换了一下笔餐 这星座说的是 跟照顾香笔餐一擦 就通通消失了 只要顶着对了 就会幸福开心的 我会替妈妈开心 注意我的不开心吗 我妈妈先画下画 擦 擦擦擦擦 通通擦完 来 您往这儿走 小心担心啊 按照您的要求啊 我觉得这间非常合适 这里之前是个酒吧 改造一下的话 可能要费点小工夫 您看这儿 咱们坐一会议室 这光线多好啊 这儿还有一个小院啊 对啊 来 您再朝这边看啊 您看 这儿 这大合方方的 咱们坐一办公区 这关键的好处啊 就在于价格便宜 非常适合啊 您这种创业开公司的 挺好的 那您那公司 常住员工大概有多少 需要多少工位呢 现阶段的话 大概三 四个工位就够了 三 四个工位怎么够啊 林双姐 你好 林双姐 林双姐 你们 你们 姐 你走了之后我就离职了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对 我们都从潘石离职了 现在处于失业中 不知道你的新公司 愿没收留我们 那当然愿意了 不过 你看我这儿 现在什么都没有 而且我启动资金 一共也就五十万 新公司有你就够了呀 对啊 大家看重的 是林双姐你这个人 自从上一次 你帮爱琴顶过之后 我们就一致认为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 对 再说也不至于收留那么惨吧 毕竟我们的业务能力 还是很强的 关于薪资 你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都商量好了 想作为新公司的主创团队 来支持你 对 我看保险局间 至少还得在家四五个工位 喂 我是老板还是老板 按他说的办法 好嘞 真的 真的 没了 你走 我走了 会习宿放在你 religion上 收到上面 在你上方屋下 ша 八成 比如说 我 Syria 谢谢 谢谢 顾总 那个凌双在里面呢 好 好 去看看 好 凌亿 出来喝咖啡了 来了 顾总好 怎么样 当上霸道总裁的感觉如何 就别笑话我了 你怎么来了 路过 还是上我这儿体验生活了 来 体验体验 什么叫路过 我是专门来关怀一下 前同事们的 坐 我还想问问你呢 外面这些人 都是你弄来的 其实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 你正在做的事情 但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谢谢 其实吧 我本来想 一个人先把公司做起来 得成了呢 让你们都看看 只要不成吧 也不丢人 这一下 我压力还有点大了 压力越大 动力越大嘛 对吧 这公司现在已经 算是出局出情了 那你业务上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我们把批三做出来 把方舟的单子再重新拿回来 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制产品 做了大量的功课 而企业理念在行业里 也是比较先进的 嗯 即便 咖啡 谢谢 谢谢 即便方舟要求这么苛刻 但是你们的算法逻辑上 也是最接近方舟的要求 方舟那边的消息 我帮你打探着 不过你那个公司注册上的 你还是最好注意一点 不要让文明知道 批三是你开发的 不然 他不会错过风暴四舟的好机会 这个我想办法 对了 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我想叫他小盈 输赢的盈啊 苍蝇的盈 盈的意思呢 是吃着很少 但是繁殖很快的虫子 每一只盈啊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自建一个家族宇宙 一摆着磁影 它只需要十只十二代的繁衍 它繁殖的总量 就能超过两万亿亿只 所以 我想让 我公司的迭代速度 和量产能力 也可以这样 可以像小盈一样 实现快速裂变 拥有超强的适应力 和旺盛的生命力 对 好 好 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 两件人生大事 不如 晚上我请客 请大家好好地喝一顿 干杯 干杯 冯月 你好 哎 今天晚上的酒随便点啊 我们今天 所有的酒 都寄在顾总章上 行 我这什么好酒都有啊 你们想喝什么啊 好好好 想喝什么点啊 这个 用普世的眼光来看 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一大不幸 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 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 一段不适合的关系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啊 做出离婚的决定 比做出结婚的决定 要难多了 从做决定 到最后结束关系 这中间简直是一场 身心俱疲的战争 所以啊 来 离婚 离婚快乐 离婚快乐 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 在这儿 你在给妈妈发微信吗 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呢 现在才八点多 妈妈和江喜阿姨 难道轻重一次 不要总是骚扰她们 不是啊 你妈妈跟江喜阿姨 答应跟我一起去喝酒庆祝了 现在变成了他们俩庆祝 我在家里边带你 这有点不太对啊 顾叔叔 难道你不喜欢 和谷哥一起玩吗 没有 没有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等一下 你要干什么 我正准备试试 给人化妆了 不不不 这个这个不行 不行 别 别 别 不 别 救 救命啊 救命